哈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空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凯蒋是亚塔莱斯联动这些 附属的药池的一个音效 因为昨天没有更新完嘛 所以呢 今天继续来给大家更新 假面骑士 啊 不是 凯蒋式的这么一个药池联动的一个音效吧 嗯 面前的呢 有燕之拿瓦的一个药池 还有这个巨图纳多 还有翘 刺纳米 笑 刺纳米 那我们先来拿出这个亚塔莱斯的腰带 因为这个腰带的话 上面是有四元素的这么一个药池扣在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全部的给拔下来 这边是昨天联动的时候没有去拔 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主要呢 就是把元素的这个药池呢 都给大家做一个联动 这款药带呢 做的的确很不错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药池呢 都能联动出音效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是要比之前推出的这个笑 刺纳米的腰带要好 也比那个拿瓦腰带好 打开之后呢 是有这个光效 我们先来拿出这一个 附属的这两个药池 因为它这个另外单独去购买的药池啊 都是采用了这种银色的涂装 所以呢 看起来效果的确要比普通附属的药池来得好 我们就插入吧 诶 有一点紧啊 那要不就插在这边 然后拿出验之的药池 验之拿往的药池 好 现在呢 进行一个变身吧 没有什么变身音效 但是这边呢 有四种灯光的一个音效 我们来扭动药池呢 就是单独的一个音效了 跟原有的亚莎莱斯的药池的音效是一样 都是巨图纳 然后按下这边 这个呢 是验之拿瓦的一个必杀 然后我们再来听一遍 感觉这个音效还是比较还原的 不过说 开这种式的音效都是比较短暂的 也没有什么惊喜 让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音效 这边呢 是验之拿瓦的一个生效 验之拿瓦的可以看到 每一把药池 它其实呢 音效都一样 但是取决于这把药池的做工究竟怎么样 然后是图纳多的一个必杀 这是图纳多的一个音效 狂拒电光机 而跟验之拿瓦的这个音效 我感觉很像 我们再来听一遍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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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机